根据您看世界探索全球大小事 Hello大家好 我是310小湯元 受到了全球暖化的影响 其实一年比一年还要热 根据了欧盟气候监测机构 今年3月是有记录以来最热的3月 而且是连续第10个月刷新了高温记录 从非洲部分地区到格林兰 南美还有南极洲 其实全球广大的地区 今年3月都出现了高于平均的气温 气温刷新记录的同时 海面的温度也创下了惊人新高 世界海洋经历了整整一年前所未有的高温 每个月都在打破新的温度记录 今年2月全球海面的温度是破了摄氏21.6度的记录 又在3月被打破 这样的情况极不寻常 海洋的温度上升意味着大气的含水量更多 导致天气更加不稳定 例如会有强风以及猴雨 那科学家一直相信说海洋的温度 对于全球温度是有决定性的影响 上升的原因大部分来自人为的全球暖化 加上了声音现象 海洋温度上升最主要影响的当然就是海洋生物码 以及全球的气候 让地表上的台风数量也跟着增加 以及也增加了许多极端气候现象 所以我们知道海洋温度 我们看到海洋温度上升的温度 海洋温度上升温度上升 中央温度上升雪尔一下 天气� moment了 是到不到 arqu2,000 meters的水平 但凭书在高2,000 meters 地下温度上升 加热水温度上升 when we look at this there are major implications for how the physics the chemistry and the biology of the ocean interacts with these warmer temperatures so it changes ocean currents, it changes biodiversity and how successful biodiversity is in different locations and it changes the chemistry of the ocean as well in that a warmer ocean holds less nutrients which means that it's more challenging for some species to grow there, you also get oxygen minimum zones which leads to mass fish mortality and then of course there's coral bleaching as well 说到了珊瑚白化由于海洋温度 几乎是每天都高于平均值 世界各地的珊瑚承受不了 热压力变白甚至死亡 珊瑚白化到底是什么呢 珊瑚体内的共生藻类 对于温度还有光照的强度 都是有特定的需求 海水温度持续过高 或者是水质污染等等的因素 都可能会让这些共生藻类死亡 或者是离开珊瑚 露出白色的珊瑚骨骼 就称为珊瑚白化 白化的珊瑚不一定会死亡 但是需要改善环境 才能够重新获得共生藻 根据美国国家海洋 和大气管理局 收集了世界各地科学院的报告之后 得到了一个结论 第四次全球大规模珊瑚白化事件 正在进行当中 这个让科学家很担心 因为每一次的全球珊瑚白化事件 都是比前一次还要来得更加严重 第一次是在1988年 世界有20%的珊瑚礁地区受到了影响 2010年比例来到了35% 那么第三次呢 是2014年到2017年 影响了56%的珊瑚礁 现在正在进行的 就是第四次全球珊瑚白化事件 这个是10年来第二次发生 而且可能会刷新上一次的记录 目前海洋的高温 已经影响了世界一半以上的珊瑚 包含了澳洲大宝礁 坦上尼亚 莫里西斯 巴西 太平洋岛屿 以及红海 还有波斯湾的海岸线 尤其是澳洲的大宝礁 又经历了前所未有的白化现象 還有外地的水域 被灰塗掉 但是這個活動 似乎是比較廣泛的 所以水域是遠處 像獅子島 我們從那裡的報告報告 從那裡的水域 從那裡的水域 和我那裡的海鮮島 好 這是大堡礁八年來 第五次的白化危機 大堡礁所在的昆士蘭州 是全球煤炭開採產業 最密集的地區之一 澳洲也是現今 最大的化石燃料出口國之一 綠色和平澳洲分部執行長李特 他就痛批澳洲政府說 每年你們都花數十億的澳元 來補助煤炭和天然氣產業 這樣還聲稱說 有認真在照顧大保礁 聽起來真的是十分的空泛 澳洲非營利組織氣候理事會 也表示說 燃燒化石燃料導致海洋升溫 宛如在主珊瑚 科學家也比喻說 珊瑚的死亡對海洋生物而言 就像是你的家中 只剩下鷹架 那誰會想要住在鷹架裡呢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在2015年以及2021年 都曾經有建議要將大保礁 要列入的事 並為世界遺產名單 2023年決議是暫時不列入名單 但是澳洲政府還是需要提交報告 所以也被形容說是留效查看 雖然生活在大保礁 較冷較深水域的珊瑚 他們是比淺層珊瑚 生存更長的一個時間 但是呢 在全球暖化程度比工業化前高 攝氏三度 深水珊瑚它雖然還是可以活下來 但是就算有深水珊瑚 或者是少部分珊瑚恢復了 也是沒有辦法去彌補 全球珊瑚的消失 但是呢 珊瑚礁對海洋來說 真的就是非常的重要 因此有很多的生物學家 他們都在想辦法要去拯救這些珊瑚礁 像是位在中東杜拜珊瑚農場的工作人員 他們就研發出了一項是頂尖端的一個科技 可以讓垂死珊瑚的生長速度是加快了50倍 進而可以縮短它們修復的周期 達到更好適應海水變暖的目的 我們其實擁有所擁有的環境 使我們擁有的力量 為要更多轉變化 更多轉變化 所以在這個系統中 就是這個系統中 我們可以擁有水平的溫度 和氣氛的濃度 和風吹 所以我們有一個環境 使我們可以作出一個環境 工作人员他们会将珊瑚是切成一片片的小碎片 再放进水族箱里面 监测他们的生长还有修复的情形 等到珊瑚成长到了一个阶段之后 工作人员会再将他们是一一摆放在同一个圆形的模板上面 让所有的珊瑚碎片是连接在一起 这样就能够让珊瑚的成长速度可以快50倍 这个是来自美国的珊瑚保育组织Coral Vita 他们所想出来的一个方法 那他们成立公司将保育工作商业化 还把修复珊瑚移植到陆地的农场来进行 2023年12月 这间公司是在杜拜环球港务集团的资助之下 到了阿拉伯联合大公国成立了分公司 What really sets Coral Vita apart is our approach to reese restoration there's not just one single methodology that works best but really taking a commercial approach in taking what the industry as a whole around coral restoration has developed over many years and bringing that together in developing land-based coral farms that expedite the growth of coral and really help us to identify the species that are going to perform best within the environment in which we operate so that we can restore reefs faster quicker than what mother nature could do on its own Coral Vita他们是采用辅助进化的人工控制方法 来增加珊瑚对于压力的处理能力 还有加速珊瑚被撞击之后的恢复力 2023年Coral Vita就在加勒比海 已经种植了3万株珊瑚 而且开放每个人透过他们的网站可以认养珊瑚 为这些富裕工作来提供资金 阿拉伯联合大公国如此在乎珊瑚的富裕 就是因为在2017年的全球珊瑚白化世界当中 首都阿布达比他们失去了73%以上的珊瑚 2021年第二次全球珊瑚白化事件 大约有40%到50%的珊瑚是幸存下来了 在第二白化事件之后呢 阿布达比他们就宣布说他们要展开当地最大规模的珊瑚富裕计划 决心要重新的种回100万株的珊瑚 但是随着现在热浪是一波接着一波来 珊瑚能否躲过热浪呢 阿布达比环境属在富裕的同时 他们也去深入的研究珊瑚的耐热性 他们有一个很大胆的假设 这些在世界上最热的海洋中生存下来的珊瑚 在下一次白化事件来临之前 或许就有更高的生存机会 那这个就是全球珊瑚研究的最新趋势 不只是在意数量 还要找出能够耐受各种环境压力的珊瑚 澳洲海洋科学院的科学家他们也发现说了 在2020年的大规模珊瑚白化事件之后 大宝礁南部的凯培岛的珊瑚 恢复的情况其实比其他地区好很多 科学家佩奇他就立刻展开了研究 因为他想知道说这些经历了洪水 经历了飓风海洋热浪侵袭的珊瑚 为什么能够如此的坚强 但是另一方面他也很担心说 现在白化事件越来越频繁了 珊瑚可以修身养习的时间 就会越来越短 而澳洲海洋科学院另一组研究团队 他们建议说可以调整珊瑚富裕的方式 过去的富裕往往都是以容易采集 而且快速生长的物种为主 但是如果这么做的话 其实会让珊瑚的物种太过单一了 所以就难以支撑一个健全的生态性 他们建议说呢 富裕珊瑚要像投资组合一样 你要先去研究个别珊瑚的特性 包含可能抗暖化的能力呀 那再从当中去挑选多样性 而且可以互补的珊瑚 例如有一些可能生长比较快 有一些长得慢 有些呢是半圆形 有一些像树状 这种方法呢 就有助于降低物种流失的风险 那科学家和生物学家 如此积极想尽办法要修复珊瑚 就是因为全球暖化越来越严重了 根据联合国环境署的报告 人类活动所导致的地球暖化 已经高出了工业革命前摄氏一度 如果暖化的速度持续增加 那到了2030年到2050年之间 地球就有可能会升温摄氏1.5度 因此如果大家再不积极的采取行动 到了2050年 珊瑚很有可能就会减少70%到90% 以上就是这集的跟着一铃看世界 我们下周再见 拜拜 其实呢有时候你手机如果放在包包里 你要从包包里拿出来 其实是很麻烦的 尤其如果你是背后背包的话 我出国的话都一定是会 就用挂绳 就手机就挂着 反正就一直挂在胸前 那你要用的时候 很快就可以拿起来用 有时候你搭那种捷运啊或是公车 有时候人可能一多 你需要赶快抓东西的时候 你手机其实一放 你的手就空出来了 所以我个人觉得手机挂绳是非常的方便 它蛮有设计感的 再来是我觉得它因为是比较宽的那种肩带 所以其实你背起来的时候 不会那么有负担 常常会看到一些朋友 他们真的是一直在找手机 或者是手机放着 然后临时要拍照 他们又找不到他们的手机 所以我觉得 推荐给他们的话其实是蛮方便的